接下来问一些电量的问题 或者说带电的问题 绿离子做了什么 绿离子是绿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钠原子系11 那钠离子怎么样 钙离子钙二症 表示是怎样 表示怎样 OK 第一个 绿原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何种转移 会变成绿离子 前面教过了 东西为什么会带正电 为什么会带负电 这前面讲过了 讲过的事情 然后帅哥男 27号 27 在哪里 起立 来 绿原子发生哪一种转移 会变成绿离子 得电子 得电子 请坐下 带负电表示得电子 带一个负电表示得到几个电子 一个 所以他得到一个电子 所以会变成绿离子 第一个 绿原子发生什么事情 变成绿离子 CR负 第二个 钠的原子序是11 来想想看什么叫原子序 想想看什么叫原子序 然后钠离子 里面有几个子子 几个电子 然后问自己 NA变成NA症发生什么事 NA变成NA症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我的钠的原子序11 那表示有几个子子 几个电子 这也是考试会考的题目 勤车战界问 她多少呢 可爱小女生 可爱小女生叫做 11 7 11 11 来 你告诉我有几个子子 然后有几个电子 你说什么 11个子子 几个电子 10个 请坐下 原子序什么意思 原子序就是子子数 所以子子11个 那变成钠离子跟子子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就11个子子 那么正常情况下 11个子子就11个电子 NA变NA症要失去一个 所以又变成10个电子 所以原子序11 表示11个子子 正常情况下 11个电子 变成NA症表示 如果是失去一个电子跟子子无关 所以子子还是有11个电子会变成10个 OK吗 好 最后一个题目问 钙 CL2症 那它的基本电量 电量是基本电荷的多少 是一个基本电荷 2个 3个 10个 1000个 10的5次方个 那这里大概有多少库仑 回去看你刚才抄的 一个电子电量是几库仑 它如果是100个就乘100 300个就乘300 10的5次方个就乘以10的5次方 就有答案来请问你 失业二症是有几个基本电荷 然后它等于几库仑 帅哥男帅哥男 你没有35号吗 没有嘛到34而已嘛 三十一号 三十一 起立 来几个基本电荷 两个 很好 那等于几库仑 3点2这里10的5次就放了 3点2这里10的5次就放了 3点2这里10的5次 请坐下 十一号二症嘛 二症就表示失去两个电子 就带两个电子的电量 就是两个基本电荷的电量 那一个基本电荷的电量 是1.6乘以10的-19次方 两个就乘2 所以就是3.2乘以10的-19次方 简单小问题 就是这样子OK吗 OK